倒在湯匙上的黃澄澄土豆油 淋在飽滿的米粒上 最後再加上香會濃郁的醬油滋味 這就是伴隨許多老一輩 長大的醬油拌飯 我們三六的麻油最好 煮麻油雞 煮三杯雞 如果土豆油 為了老人做土豆油炒飯 就很好吃 小孩吃了還會回家 不只有大家熟悉的醬油拌飯 沙鹿區家政辦媽媽還大展廚藝 用地方自產的土豆油跟黑芝麻油 料理出一大桌的菜色 因為沙鹿的大渡山區跟澳峰山區 有鬆轉的紅土 適合種植花生跟芝麻 而農會也將七月份剛採收的成果 遵照古法 榨出百分之百的土豆油跟黑芝麻油 裝成禮盒上市 現在我們先開發的 就是我們的花生油跟芝麻油 我們希望就是能夠帶動我們古早味的 好油 土豆油是純天然的 現在很注重食品安全的衛生營養 所以我們就是花生油跟芝麻油 純天然的沒有添加任何的 添加純天然的就對了 沙鹿區農會 他最近幾年一直開發很多新的產品 以甘薯還有雜糧這樣的一個原料 特別我們甘薯有煸烤甘薯 有甘薯的代餐包 就是早餐用的 還有現在開發的花生油 還有芝麻油 這個都是非常營養健康的食品 沙鹿區農會舉辦土豆油跟黑芝麻油的推廣活動 為在地的農特產品做行銷 希望透過家政媽媽的好手藝加持 能夠在中秋伴手禮市場 也開拓出一條雙雞 提升地方農產的價值 這首國勝選 台中採訪不到